晚上8点,特奥运动员领袖乔美丽和四位特奥朋友一同绘制心目中舞台的蓝图。 随后,60名特奥会运动员在200余名志愿者的帮助下,搭建起一座长50米,宽30米的巨大舞台,并用人形拼出特奥会的绘标图案。 在雄壮的乐队演奏声中,中国特警携手16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身着鲜艳的服装步入会场。 中国残联主席本届特奥会执委会主席邓普方,国际特奥会主席蒂姆·施莱芙,以及外国特奥运动员代表分别致辞。 邓普方在致辞中说, 特奥运动促进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谐。 闭幕式共分五个篇章,世界著名萨克斯演奏家肯尼基和中国智障朋友及演员们一起演绎了中国名曲梁著。 一位智障少女的飞天表演,更是体现了特奥人士的勇气和智慧。 享誉全球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以及著名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玛丽亚·鲁基亚,也专程赶来,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宣布本届特奥会闭幕。 现在,我宣布,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伴随着缓缓熄灭的圣火,随后举行了特奥会会旗交接仪式。 上海特奥会创下多项历史之最,共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加,参赛的特奥运动员共有7450人。 此外,本届特奥会的执法人员火炬跑,是世界特奥会历史上覆盖面最广,行进线路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 本届特奥会计划